這裏是這裏 是是是 先生可否講過呢 這次是民陣四個月來 第一次收到北反對東區 出來舉行這次的遊行 其實可否講過你參加這次遊行的心情和訴求呢 我的心情就是很開心也很期待 因為終於都有了一筆反對通知書 但是也很複雜 因為往往過後 所謂的警察就會秋後雪像 看著你 我覺得是有心在這裏瀏覽 其實你想表達這次的集會 你想表達什麼訴求 其實這次是因為國際人權的 可否講一講 你怎麼看香港的這半年來 或者受訴的那些人權的制難呢 我覺得是禁到沒有聲音出 一出聲就會被人罵被人打 所以我覺得都有 趁有這樣的機會都要站出來講 你怎麼看今次香港變成這樣 最大的和首是哪一個呢 林鄭月娥 她一定要下台 為何她這麼厚顏無恥呢 其實你覺得現在美國簽署所的人權法案 其實對香港人的抗爭者 有沒有鼓舞的作用呢 我覺得鼓舞作用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們都要繼續出來 出聲 那種鼓舞作用呢 對香港人的抗爭者 其實這次區議院選舉呢 泛民有大勝 民主派很多人 對來解這些 你有沒有什麼期望呢 有,我們將期望全放在他身上,希望可以很和平爭取五大訴求,交託給民主派區議員 請問怎樣辛苦你呢? 我叫阿朗